我是山东民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范晓燕 我是我们公司的孵化中心经理 我负责管理我们所有的孵化场 孵化场的管理我认为生物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生物安全它是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够出 最终出好的这个优质的鸡苗 它是关键的因素 因为从一枚种蛋到它最后发育成一只健康的雏鸡 那么它在所有的生产环节 生物安全都是会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从设备的管理来保证我们的设备生物的安全 因为你设备的整体包括消毒 然后清洁这些设备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么对我们卫生环境的控制也是会有很多好处 再就是还有人员的培训 所有的员工都要进行精准的培训 因为他们操作的怎么样 最终也会影响到我们消毒的效果 我们除了在上岗之前 就是针对它所将来要从事的不同的岗位 有些岗位说明跟培训 那我们还会要求我们的管理人员 在它每天工作的时候要去巡视车间 所以我认为孵化厂的培训一定要有两点 一个就是要及时再一个就有效 所以你做一个及时有效的培训 那么对你提高你的管理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设备的如果维护不好的话 它会影响到我们所有设备的运行 然后会影响到机器里面胚胎的发育 那最终会影响到我们初期的质量 所以设备维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如果你的孵化器的温度效准不正确 那么它就会在整个孵化过程当中 让机器处于一个错误的状态 它会影响到培胎 最终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孵化的结果 我们是对所有又环控的送风的房间 它的工作结束以后 那么我们要清洗消毒 清洗消毒 然后我们在这期间还是要开着我们的送风设备 这样能保证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尽快的干燥 干燥完以后 我们需要计算大概需要几个小时 多长时间 然后能达到这个效果 然后在剩余的时间 要有很严格的规定 让员工去及时的关停这些送风的设备 这样就会节约很多的能源 另一点如果是 我们还是对所有有送风的房间 我们都会安装自动门 这样员工在进出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忘了关门而影响而消耗掉过多的能源 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节能的一个方式 第一我们要注重很多细节 所有的这枚种蛋 从种机场出来以后 然后一直到腐化场 完成它出熟的过程 所有的细节都是需要我们去注重的 再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 如果要得到一只健康的出击 那么我们员工首先也有这个认识 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去进行培训 然后让他们得到提高 能够完成我们给他们这些规范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 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要尽量地去减少我们的错误 我们要不要让错误影响到我们的操作 最终影响到我们需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